在东南亚老欧摩丁经济特区的第257天 现在是老欧时间12点半 自外气温28度 昨晚又是个渗透值的一万 昨晚有一位网友 本来那个店是75万老币的 算下来可能240多 他总共给了500 想着老欧妹能对他态度好一点 能读中途跑路 结果可想而知 老欧妹最终还是跑了 跑出去外面玩 玩了很久 后面回去了没多久 又跑了 所以怎么说 会跑的老欧妹 你就是加钱 他也照样还是会跑 没有用 刚刚网友那个发了消息 说他在郎多拉面那边 我正准备过去 然后另外一个朋友打来一个语音 聊了半天 耽误了不少时间 接下来 赶紧前往主街 跟他会合一下 现在我来到了楼下 接下来请上我的牛布 经理前往主街 两三分钟时间 我就到了主街这边了 现在我们两个人 跑到按摩店这边来按摩 年宵节快乐 兄弟们 现在我按完了 接下来 我要先去店里面 拿一下茶饼 再送到经营屋那边 再跟另外一位网友一起吃饭 现在我来到了店里 带上这一袋这个茶饼 然后前往主街那边 现在我到了经营屋这边了 跟他们会合上了 把那个茶给他了 我们两个到了这个四川家常菜馆这边 这里也是可以打折的哦 随便们 现在我们两个人在这边等菜 昨天太忙了 基本上一整天都没怎么露面 现在我们的干锅上来了 主街这边的四川家常菜馆的干锅牛肉 真的相当好吃 我都已经吃春了 我还在拼着命的方里面的牛肉 建议你们收藏架构一下 当你们来的时候 一定要来试一试这个 兄弟们 我又来按摩了 这一天要来按好几次啊 这兄弟们 我那个合伙人终于回来了 如果你们需要 换老欧币电话卡什么的 可以到我 可望他为那边去换 今天已经到了 不过 今天应该是不开摊了 可能要明天 现在我按完了 还是感觉累啊 兄弟们 刚刚回到家十来分钟 那个网友就发了消息 说他到口岸那边了 接下来 我让他现在口岸那边 放一张电话卡 我过去骑小马驴过去接他 时间刚刚好 刚刚117在群里发消息 说他要回国了 兄弟们 可怜的 这相聚的时间有点短暂 回国养身体了 兄弟们 所以你们来之前 先把身体养好再来 这样子你就可以在这边 待的时间久一点了 好了 话不多说 接下来赶紧前往口岸 去把新网友接进来 让他明白明白 肾是怎么透支的 两三分钟时间 我就到了宽这边了 接下来把他拿到里面去 找个地方录住一下 从那口岸 接了个新网友进来 偶遇117 他又回国了 创这个拖行回国 兄弟们 拖行回国 他想住巴士的 所以我拿他到同发酒店这边来 办理一下录住 刚刚站着他到处六大六大 整个磨叮逛了一圈 磨叮很小 十来分钟就逛完了 他想到这里面去玩一玩 现在我到了明华国际大酒店这边了 把那位网友的VIP卡给他送过来 我到了朋友的网友的这个房间里面了 给你们看一下100块钱的房间 刚刚在那个网友房间里跟他聊天 聊到一半半了 另外一位网友发了消息说他到口岸那边了 接下来赶紧出发过去 把他接进来 分钟时间我就到了口岸这边了 我接下来把他拉到里面去找个地方住一下 再拉着网友到这个威士官这边来住了 他想住那个50 可惜了 威士官他的房间都住满了 没有房间了 接下来只能去别的地方住 现在我把他拉到红花酒店这边来了 再我回到了明华国际酒店这边了 因为网友他要把他的那个小店驴 存放到我那个小店那边 所以现在过来跟他会合一下 接下来他踏上他的车 我骑上我的牛不吉尼 前往我的千交旅游服务中心 我来到了店里 接下来把那个这些东西往里面一放 网友送了一大袋的泡面给我 接下来晚上他是不愁没夜宵吃了 兄弟们 现在把店驴存放在这里面 这边还有几个朋友存放的麻将桌 刚刚给网友把东西存放到店里面 存放好了之后 现在我来到了香江村这边了 今天晚上是VIP333包房 接下来跟着这个黑市进入这个包厢房间 哇塞我才刚上来了 这些菜都已经上好了 给你们看一眼 2000多的苍标长什么样 大概就这么个样子了 接下来开吃的兄弟们 外面开始放映画了 人家就快点熟了 现在我们吃饱喝足了 吃的一片冷静 接下来出去溜达溜达 我们一堆人前往铁皮房溜达溜达 也问网友去买点药 我们一堆人溜达到这个铁皮房这边来了 哇塞里面一堆的妹子 我们一堆人逛到了越南风圈这边了 有很多美腿 我们几个人在主街这边聊天 又到了这个美腿店这边来了 挑鸡皮 兄弟们 我们一堆人又逛到了鞋坡的这个店这里来了 现在看到这个主街边上 他们在放口门灯飞起来了 兄弟们飞到天上去了 回到了香江村这边 接下来骑回我的车回家休息休息 现在是老饿时间9点多 赶紧回去休息一个多小时 晚上没精神去酒吧完了 见面回来家里面休息休息 本来有点累了不太想出门 前面在群里面 发那个主堂去酒吧的 好像也没什么能回应 现在到了是老饿时间12点 实在是太无聊了 我又在那个群里面 有了两三个网友 一起去酒吧溜达溜达 看看打打野 现在我们几个在路边先集合一下 现在我们到了摩定一号这里了 门口这里有好多人 现在我回到了家里 摩定一号那边的人太多了 找不到合适的位置 当我回来刷某音的时候 我发现第256天的那期视频里面 有好多个人在那边黑我 评论内容你们自己去看吧 我只说一句很简单 验证方式真的很简单 你们来的时候 别办卡 你到了摩定以后 你先去我所说的 对应的商户那边去消费一下 你谁也不要接触 你去消费一下 你看看是什么价 完了之后你再参照一下 我视频发出来的是什么价 对比一下就好了 很简单的道理 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验证方式 好了别的不多说了 真的跟那些黑粉级计较太多 也没有什么意思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拜拜